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祷告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感见不幸 各位祷告大军的伙伴 带祷的勇士们早安 牧师要邀请你跟随着敬拜团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哈利路亚 主保险 洗尽了我的嘴 主保险 是我灵的自由 宝座前 献上我的金牌赞美 将我神秘所有献给我的主 主的手 为了我流出宝鞋 主的脚 为我被钉在世家上 现在我 活着不再为自己而活 我要淡淡 为了主耶稣而活 我的手与主的手 同顶世家 我的脚也与主的脚 同顶世家 如今我与主同死 也愿与基督同复活 如今我与主同死 也愿与基督同复活 如今我与主同死 也愿与基督同复活 荣庸圆圆 淡淡为主而活 赵既孝为主而活 主宝鞋 吸尽了我的嘴 主宝鞋 是我灵的自由 宝座前 献上我的清白赞美 将我生命所有献给我的主 主的手 为了我留出保险 主的教 为我被钉在十加上 现在我活着不再为自己而活 我要单单为了主耶稣而活 我的手 与主的身后 平时降 我的脚也与主的江峰 平时降 如今我与主同死 也愿与基督同步活 永永远也丹丹为主而活 我的手 与主的身后 平时降 我的手 与主的江峰 平时降 如今我与主同死 也愿与基督同步活 永永远也丹丹为主而活 永远也丹丹为主而活 永远也丹为主而活 我的手 与主的身后 平时降 我的手 与主的身后 平时降 如今我与主的身后 平时降 如今我与主同死 也愿与基督同步活 永远也丹丹为主而活 我的手 与主的身后 平时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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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与主同死 也愿与基督同步活 永远也丹丹为主而活 永远也丹丹为主而活 丹丹为主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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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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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 早晨我们将自己如那新乡的活迹现在你面前 主 将我的手放在你的手上 将我的脚放在你的脚上 与你一同定时加 如今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耶稣在我身上活着 主 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在你里面重新得力 自取你活血的盼望 因如今有圣灵在我生命中 将我能够可以如树拆在溪水旁 自取你生命的活水 按时结出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我们守守为你做的尽头顺利 主 愿你帮助我们 更多思想你 更多爱慕你 情色啊 你要及早心情 我的心啊 你也要及早心情 单单聆听主慈爱之言 主啊 让我每一天醒来的时候 主啊 我可以纪念你对我的好 我可以与你同定十字架 与你同死同埋葬 同复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今天早晨我们要一起来思想 在加拉太书二章第十一节 一直到第二十一节的信息 今天信息的主题叫做福音的生活 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 因他有可责之处 我就当面抵挡他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味道已先 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 即至他们来到 他因怕奉割礼的人 就退去与外邦人割开了 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 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 当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 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 你既是犹太人 若随外邦人行事 不随犹太人行事 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 不是外邦的罪人 既知道人称义 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 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律法称义 因为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 却仍旧是罪人 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 断乎不是 我素来所拆毁的 若重新建造 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 叫我可以向神活着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我不废掉神的恩 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 基督就是突然死了 谢谢姐妹 今天早晨我们读这段经文就到这里 今天早晨我们就要从这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来思想 有关于福音的生活这个主题 加拉太书很特别 保罗写信给加拉太那地 或者加拉太教会的人 因为他们在那里遇见了 一些假教师的教导 或者教会在这个假教师的教导当中 偏离了福音的真理 所以整个加拉太书 就是一系列了要来处理 有关于信了耶稣之后 或者领受了福音之后 却所行的 或者在教会当中 所做出来的 与福音真理不合的 这一些好像教会的一些的行为 而保罗有了一些的意见 也来向他们来述说 在第十一节这边开始 就在谈到整个有关于 这一系列主题当中的一个 有关于到底生活当中 我们领受了福音的这些基督徒 到底我们当如何生活 从第二十节开始的这一段经文 我们其实非常熟悉 二十节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时之下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相信这是 许多教会的一些的经句 或者我们常常背 这一句的经文 我的孩子现在三年级 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他 他也信了耶稣 然后我们就要问他 受洗这件事情 有一天当我们要问他说 要不要受洗的时候呢 他想了很久 各位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牧师的孩子 一样要信耶稣 一样要受洗的 他们在信仰上 一样要做一个自己的决定 然后他说他不想这么早 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想了很久 他就跟我讲说 爸爸 因为我觉得 信了耶稣之后 成为基督徒 特别受洗了之后 那我就不能 做这个 做那个 做那个 我就不在这里说了 他心里在想什么呢 他想的其实跟我们 过去所理解的这段经文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以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好像就活着像 一个基督人 或者活着像一个机械人一样 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我就没有了自己 我的儿子是一个 很有他自己想法的一个人 以至于他在这件事情上 他需要有一些的调整 他就变得很困难 可是到底这段经文 是在处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吗 各位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这段经文谈的是 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所活出来的样式 应当都是好像外表一模一样的 可是在这段经文 当然他提的是 活着不再是我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是事实 但是保罗更要强调的是 内里的那个福音真理的正确性 而不在于外表的行为 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 正是要处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在这段经文二十节的后面 他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或者我再说明清楚一点 就是我们如今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在肉身活的 可是我们怎么活 我们活着是因为 他的爱而活 各位弟兄姐妹 你知道你今天 活在世上的每一个时刻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吗 是因为他的舍己吗 在这段经文当中 保罗只指一个 福音领袖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特别在这边讲到的基法 他就是使徒彼得 没有错 他只指出使徒彼得的错误 因为彼得在安提亚这里 有许多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 味道已先 就从耶路撒冷那里来的人 就是这一些犹太人 来到安提亚来之前 保罗直接说 彼得本来在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彼得本来跟这些外邦人 一起吃饭 可是当这一些 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人 来了之后呢 这个彼得做了一件事情 他因为怕这些奉割礼的人 所以呢 他就与这一些外邦人隔开了 或者与这一些外邦的基督徒隔开了 到底彼得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为什么彼得要改变这个习惯 难道彼得不知道神的福音 也临到外邦人吗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在《十路行传》第十章 十一章跟十五章那里讲到 彼得他明白神不偏袋人 在各民族当中 凡敬畏他而行的都蒙 神的悦纳 所以我相信彼得完完全全明白 神接纳这些外邦人 可是为什么 当这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 这些奉割礼的人来的时候 彼得却做了一件 令保罗觉得是错误的事情 而直接在这里 保罗直接指出彼得的问题 他认为彼得所做的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为什么彼得这么做 我们来思想一下 彼得到底在害怕什么 彼得其实害怕被轻看 彼得是犹太人 他受割礼 当他得到这个福音 却不是因为他受割礼的缘故 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 可是当有一群受割礼来找他的时候 他好像把受割礼 好像把行律法 遵行律法这件事情 变得他生命当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如今基督徒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可以领受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一个赦罪的恩典 各位弟兄姐妹 是因为你行了律法吗 不是 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的爱 为我们舍己 那既然是这样 那当有一些的行为 好像这一些 我们过去的这些熟识的人 就好像 这边特别讲的彼得 过去这一些在耶路撒冷 这些受割礼的人来找他的时候 他为什么害怕跟这些外邦人在一起呢 原因是因为他怕被轻视 他怕被这一些受割礼的人 有着传统犹太教导的人 所轻看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领受了福音 在这段经文要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福音不只是在你信耶稣的那一个刹那 福音更是要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福音要完完全全改变我们的生活 保罗在这里直接讲 彼得你所做的 跟你所信的福音 其实是怎么样 不合的 保罗直接指出他的问题来 保罗直接说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 可是你却仍旧是罪人 你却仍旧心里想着 你要行律法而称义 那他的意思说 那难道基督是叫我们犯罪的吗 保罗在这里自问自答说 断乎不是 保罗说我素来拆毁的 就是我们不是凭着律法 因行律法而称义 我们是因为信耶稣是基督 那既然我们领受了这样一个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再让这些律法的这一些教条 这一些规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上帝 保罗告诉彼得 或者告诉在那个时候的这一些加拉太教会的人 或者告诉今天的我们 像律法死了 像神活着 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靠福音而生 而不是信了耶稣 领受了福音之后 却仍旧要靠行律法称义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牧师也会这样 我们明明领受了福音 不是因为行了律法 可是领受了福音之后 我们心中却有许许多多的律法 在限制自己 在限制别人 那个律法可能是我们的习惯 可能是我们的文化 可能是我们所属的那个集团的记号 没有了这一些 好像我们就会开始觉得恐惧 没有了这一些 好像我们就开始觉得没有安全感 当教会有了一定的历史之后 我们就觉得好像就应该要这样子做 当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好像就觉得不太安全 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律法 你的收入 你的阶级 你所用的语言 你所属的那个文化 你在那里面 你会觉得很自在 可是当跟你不同用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文化 甚至不同的逻辑的思考 跟你在同一个教会 里面的时候 在这里甚至他用的比喻是一起吃饭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到底与别人的关系应当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 我们其实对他们是轻视的 我们只是很表面的 与他们一起吃饭 也许你 可以做得比比得好一点 你与他们吃饭 可是我们内心却丝毫不接纳他们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好吗 我们特别来祷告一件事情 我们先来感谢神 感谢神真的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恩典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是因为祂的爱 是因着基督的爱为我们舍己 这是上帝的恩典 这段经文说我不废掉神的恩 因为义若是借着律法而得 基督就是突然死 基督不突然死的 因为我们的恩典是因为 基督为我们死在十架上 我们一起来感谢主好吗 我们同圣抬口来感谢我们的主 主啊 孩子要来感谢 在美丽 谢谢祂的祝福 祂的祝福 让我们全会在乎与大利亚 依赖我的心怀来 在祷告的祝福 专与的祝贵 白白的祝福 专业的祝福 专专的祝福 专专的祝福 在祝福专业的祝福 专专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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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让我们每一切的生活当中 专专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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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的祝福 主 因为彼得活着不再是彼得 不再是外面的 而是内里的改变 祂从心里接纳 主啊 主啊 谢谢祢 主 谢谢祢 是因为祢让我们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主 谢谢祢 是因为祢让我们成为 那新彼带领受那新酒 主 谢谢祢 祢是使我们的生命 可以重新更新的神 主 谢谢祢 让我们可以一切纳 我们自己以前老旧的一切 主 谢谢祢 在祢的救恩当中 我们的生命 是有一个 自行的能力 同时有一个完全的盼望 主 谢谢祢 让我们真明白 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一切 我们是白白得来的 如今让我们可以 抬起头来迎接 帮助我们的主 这是我们的恩典 是我们的盼望 更是我们生命的踏实 主 谢谢祢 恩典的主我们赞美祢 谢谢祢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工作 主啊 让我们不是 不需要靠着我们的行为来得救 让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好像装作一个样子 来得着什么 不 主 祢是按着我们的本相 接纳我们 白白的将那救恩赐给我们 主啊 因着我们得到这样子的救恩 我们说我们要更多的来向祢 更多的向着祢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 能够越来越向祢 谢谢恩典的主我们赞美祢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兄姐妹我们继续的来祷告 保罗对彼得所说的 也在今天对我们所说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忘了福音的本质是什么 福音的本质是神的儿子接纳我们这个罪人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忘了这件事情 以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用福音来对待别人 忘记了自己是被用福音对待的 好让我们今天被提醒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都是以福音为中心 不弃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 祢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主 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事实 不忘记福音的本质 是祢为我们使在此之家上 我们是从祢那里领受的 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 主 谢谢祢让孩子明白这件事情 以至于我在面对每一个人的时候 面对每一个跟我不一样人的时候 主 我可以打从心里面的接纳他们 主 我理解他们跟我不一样 主 但是主 我知道他们跟我领受的是同样的灰心 主 爱我们的阿爸父 主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的口 帮助我们的心 主 再一次的回到主你的话语的里面 帮助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 让我们看见 主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着主的恩典 我们就是那个白白得着救赎恩典的人 我们都是罪人 但我们都是那白白得到恩典的人 主 帮助我们不去论断自己 也不去论断别人 主 主 帮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 好像有一个效法我们始祖 亚当 夏娃 他们吃了那个分别三恶的果子 我们总想要在一切的事上分出对 分出错 主 我们就忘记了主 你赐给我们是那生命树 主 是那个真正的生命 是要叫我们得释放的自由的生命 主 我可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自己再一次的被你的话语来释放 得着自由 主 也帮助我们有全新的眼光来看到我们的环境 看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帮助我们再一次回到福音的本质 能够把那个福音带到每个人的生命里面 谢谢主 主 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这个罪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 成为你的孩子 主 谢谢你这白白来的福音 主 要领到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天天数算从你而来的恩典 主 耶稣你也赐给我们一个数天的眼睛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身边的人 也许还没有主啊认识你的 求你也帮助我们以那个爱 你给我们的那个爱放在我们的里面 更多的来为这些灵魂祷告 盼望他们也能够得着这样白白来的福音 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能够领到他们的身上 说我们一起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主啊 更多的来 主啊 真的是将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来传扬出去 不要白白领受了 而放在这里 而是领受了之后 我们也能够舍 能够更多的了 将这样的一个好处 对很多不认识你的人来说 也为他们来祷告 求你将这样的一个 主啊 意向也放在我们的里面 谢谢主耶稣 祷告奉耶稣的名 同姐妹我们要继续的为众教会来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领受了福音 我们就会有一种优越感 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好 没错 我们被福音改变 很有可能我们做很多事情比较合律法 可是不 我们今天可以得着福音 不是因为我们行律法 是因为福音得着了我们 而我们在福音的恩典之下 我们可以行出来 我们为教会祷告好吗 不再用优越的 不再用那种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 而更多的能够体恤他们的软弱 结纳他们如同基督过去接纳我们一样 来爱他们 同身开口来祷告 阅读 markets 在泳性内 az 主要让我们认识到 主要是一种责任 让我们的真理的救援 与其我们的故意 主要是一种责任 主要是一种责任 主我们感谢你 主因为是你先拯救了我们 先爱了我们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挪去我们那骄傲的心 主要因为骄傲的眼目 你一点都不喜悦 主要帮助我们能够谦卑自己 在你的面前 主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眼 来祝福这个世界 父神我们赞美你 让你的教会成为你的样式 谦卑服侍这个世界 影响这个世界 让所有的基督徒的生活 都活在福音当中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我的手与主 你手同定是家 我的脚也与主 你脚同定是家 如今我与主同死 也愿与基督同扑过 永远圆圆 淡淡为主而活